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代人长期久做缺乏运动 再加上高油高糖饮食 一位48岁科技男 经彰化秀传医院的宝石全颈 电脑断成椅 检查发现 心脏冠状动脉 左主干血管几乎完全阻塞 紧急安排心导管手术 装支架治疗才免于汗室 速度非常地快 所以对于会动的器官 像肺部 像心脏 它可以快速地得到一些影像 做最精确的诊断 个人的经验是 以前64千的时候 做个心脏 可能要悲气悲好久 有时候还会因为心跳太快 还要再重做 那这个新的断层 我自己也来亲身体验过了 做了心脏 一转眼就做好了 也不太需要 去考虑到这个心跳的快慢 而且成因的这个影像相当的清楚 而且诊断可以更明确 张花秀传医院最近引进一台 最新宝石全景 电脑断层仪 有别于一般传宠的仪器 这台最新机器 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检查 并加强降低辐射剂量 对于客服心率不整的问题 有很大进步 那他刚好就趁这个时候 同仁就建议他 做一个这种 就是多面向的电脑断层的 这个冠状动脉的噪影 检查看看 果不其然发现 那个冠状动脉 尤其是左主干的地方 就是冠状动脉出来 最源头的一个部分 堵射得非常的厉害 将近90%甚至95% 那这一个的部分的话 的堵射 其实致死率相当的高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一部的机器 经过这样子的检查 提早的发现 救了他的一命 秀传医院呼吁民众 身体有不舒服就是警讯 千万不可忽视 要尽快就医 才能保有彩色人生 公益频道张华云 张华采访报导